瑞士达沃斯论坛认为说 受到了地缘政治冲突以及融资紧缩 还有AI颠覆性的影响 今年全球经济是相当不稳定的 而MF也认为说 AI已经造成了失业海啸 那么未来在全球40%的工作岗位 可能会受到影响 尤其是已开发国家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当然经济不佳也冲击到了精品消费市场 英国的精品业者Burberry就调降了获利 这已经是三个月以来的第二次了 不过在二手的奢侈品市场 爱马仕却是相对比较抗跌的 另外在过去被视为是 中国中产阶级象征的钢琴 现在却出现了价格崩跌的情况 而且连上下游都受到了影响 台股的部分在今天真的是股会双杀 台股在盘中是撞错超过200点 最后以大跌199点作收 在农历年前还会有行情可以期待吗 我们先请教陈晏 今年是这个全球史上最大的一个选举年 但是经济却是相当的不确定吗 因为连奢侈品市场都开始吹寒风了 没错 这一次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我给各位带来第一手的讯息 我刚从这个参加论坛回来 那这里面就特别谈到了 经济学家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 那为什么这个论坛很重要 集结了全球工商界 政治界以及经济界的领袖 所以他们的看法整理完以后 你其实可以很透彻的去看出来 接下来大家对于今年全球的经济环境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所以你看这里就讲到说 今年是面临成长前景疲软 而充满不确定性 股票市场最怕就是不确定性 其实就整个区域来看 我仔细的看了这个报告 中美之间的景气如何 大家各有表态 有人认为说会有机会 美国景气会越要 有人认为说就是维持现在这样 有人认为中国会起来 有人认为还是底部 那南亚普遍大家都看好 像印度 东亚也普遍看好 有一个地方是大家都 一致性的同意他会不好 就是欧洲 那我觉得跟俄乌战争 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一个他这里特别提到了 地缘政治的冲突 融资条件的紧缩 也就是说即便未来开始降息 你的借贷成本是下滑 可是大家担心 这个借款人的条件出现变化 所以融资条件会开始紧缩 另外一个其实还是AI颠覆性的影响 可能开始出现大财源 可能很多的行业都不需要 我们讲不需要劳工 这个是相当冲突的一件事情 因为今年尤其是为什么 他们一直认为说今年很充满不确定 选举本来就是一个变数 选举本来就是一个变数 今年有多少地区或国家选举 50多个很夸张 超过40场大选 所以小摩就说 全球经济会面临下行的压力 而且会出现更大的波动 因为选举就是一个不确定 这里面他特别谈到谁 他特别谈到川普 他说最后可能又是川普跟拜登两个PK 那如果华尔街认为川普会赢的话 那川普是不是会推翻所有 过去拜登的行政命令 那他跟国际之间的一个关系 还有甚至提到 通通关税就10% 这一听大家冷汗直流 那所以他们说在大选年 通常S&P500的波动性会比较高 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 当然IMF也在警告 AI的部分 影响的就业的状况 我觉得这数字是蛮吓人 因为高达40% 很吓人 就是40%的工作机会会被AI取代 那希望我们是那60% 因为40%会被取代 那已开发经济体会变成是 认知型任务导向的工作 会比较盛行 那有60%的就业 也会 就是说 40%受到影响 另外60%也是岌岌可危 所以未来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对未来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些基层的工作会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 这个是 就是说你看AI取代了很多工作岗位 可是又有很多的工作岗位 他对接不上 他找不到人 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乱 你看乔治诚大学 他们的劳动力中心预估 2031年 70%的工作 需要高等教育人力或者培训 所以未来这种所谓中间的 或是技职为主的 会不会突然之间消失 那这样子的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消费力的一个问题 因为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说 高档就是奢侈品的消费力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景气观察指标 现在就业市场如果不加的话 直接冲击的就是消费市场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就业市场不加 那一般基层民众 可是如果连金字塔顶端 也受到影响 那我觉得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你看这个是Bloomberg 特别谈到代表生产商的 香 法国香槟委员会 香槟其实就是气泡酒 其实就叫气泡酒 那当然香槟的味道 比一般红酒白酒 喝起来是稍微顺口一点 那比较适合是搭配海鲜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他说海外出货量降低了8.2 那如果不管疫情 封城那时候不管 其实出货量是40年来最低 怎么会这样 不是说经济的表现不错吗 那有钱人不是不受影响吗 每个人都要拿一杯香槟 那怎么现在 他受到影响 40年最低 对另外你看Bloomberg 他说下坎年度营业利益的疫情 之前我们也聊过 就是精品业原本都不会受到影响 都没有受到影响 我觉得去年底 我在谈这件事我都发现 好像没有出现什么事情 可是Bloomberg就是 他说三个月来 第二次对全年获利事情 第二次了 他说营收会减百分之十五 十五 每周地区 那当然这当中 是精品价格上涨 大家兴趣缺缺 还是通膨已经伤害到富裕阶层 我觉得可以来讨论 当然我们继续往下看 精品业吹寒风 但是还是有这个顶级的精品品牌 其实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可是这当中 我们仔细来探讨一件事 就是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 到底是大家已经没有钱 可以去买有钱的奢侈品 还是说你长太多我不想买 还是富裕人士的购买力下滑 我认为是第二个 为什么 就以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特别重要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 这个要特别教大家一下 Hand me down 就二手的意思 就人家用过 然后给各位 所以说看我们的节目 还可以学英文真的是很棒 他说过去几年购物者在奢华包包服装 手保不是手保 手表加珠宝 那就叫手保好了 花费1.3兆 出现在哪里 二手市场 你知道这个是很诡异的 就是说通常买奢侈品的人 应该不会去买二手的 可是很多人可能因为需要资金 他变现 或者是他需要资金的流通 他拿到二手市场去拍卖 甚至有可能因为买不到 我只好去二手市场买 有没有可能 所以其实到底是不是有钱人 变没钱了 这可能是一个 但是他变没钱以后 他可能去追逐 他说我买新的 我买不到 太贵了 或是太贵 我去买二手的 所以反而二手市场的生意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你知道2023年 二手奢侈品 451欧元 转售规模四年翻了一倍 当然如果你是为了收藏 或是你真的很喜欢这些包 我跟各位讲今天这一段很重要 为什么你要买对 要不然有的是你买了以后 走出店 叠价 就叠价 所以就跟店员说我不走了 我买完我就坐在店里面 因为我一走出去就叠价 所以我这辈子我就坐在这 看它会不会叠 当然这开玩笑 你看这里面 爱马仕是最保值的 二手的均价比新的还贵 比新的还贵 我跟各位解释 你要买到爱马仕 你一定要跟他立正 然后跟他敬礼 不是只有这个包贵的问题 是他既然买得到 比如说薄金包好了 对不对 还有什么凯利包是不是 凯利包 上市好像是 我们某一个好朋友 一个知名节目主持人 就带了一个凯利包来 我那时候小弟有眼不视台山 后来我才知道 你要买那个包 你跟店员的关系要很好 而且他要知道你有这个实力 不然他都会跟你讲 不好意思没货没货没货 很不容易 然后你看这个 Seline 这念什么 Seline 这就跌56% 你看我连英文字都不会念 所以我当然就不会买 然后你看Dio 很多人喜欢买Dio 我真的劝不要 你看跌多少 二手跌47% 但是还是要看保款 当然 有些经典的 也是比较报值 这个我就比较没有研究 但你看手表 手表它本身 就大部分都有限量 再加上他们这些表商 每年会定期的去调整新表的价格 所以自然而然 它二手的表的市场 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你看百达菲利 百达菲利 有价那么多 百达菲利之前有一支 我朋友要叫我去问 我记得不是才20万还40万 他要我去问的时候变100 后来在隔节我去看变200 我就奇怪 这到底什么问题 这个平均涨39.1 劳力士是20.3 那你看如果你买Omega就变叠比较多 就叠快三成 当然如果是以喜好来讲 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如果真的有需要要收藏 要传承 品牌 还是蛮重要 那当然 我们也看一下 这爱马仕 我刚才就讲 要买买不到 对不对 你看Tiktok在风传一个爱马仕游戏 就是你可以去买 有钱买不到 俗话说在马场里面 对 那你在玩游戏 你知道那个视角我有看 他其实也没拍什么 就是一个人他戴着手套 然后打开那个橘色盒子 然后从里面拿出包包 这个点击率竟然可以那么高 对不对 然后他说当你玩爱马仕游戏 九个月以后就可以拿到包包的over 对不对 当然你要有钱才能买 但是你其他的包爱马仕厉害的地方是你有钱不一定买不到 你看没有现货没有现货没有现货 不接受登记排队 你今天进去一个店里面 你直接跟他说我就是要这个包 他跟你讲不好意思没有现货 你必须带一个更重量级的人物进来说 你非得叫我把他请出来吗 他说好我们到后面去看 后面就有一个秘密的房间 因为爱马仕坦白讲手工制造 生产一个包含48小时 所以限量限量是残酷的 所以他有所谓的秘密的会员 不过针对这一点爱马仕他们是否认的 他们不承认有这样的配货制度 但是据说店员之间会流传一个所谓的名单 好客户不好客户这样子 当然这个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觉得都有带证实 那现阶段来讲 我觉得贫富差距我们刚才已经讲到 对他其实反映的就是贫富差距 很多人会觉得说 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包 到底心里在想什么 坦白讲我也不懂 很多人花很多钱去买手表 心里在想什么 坦白讲我也不懂 但是你会发现 这几年贫富差距的 这个距离是越来越开 你看国际扶贫组织乐视会 他说全球不平等报告中 世界会在十年内出现 第一位身家搭一兆美元的富豪 所以有钱人越来越有钱了 而且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当然我们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大概是哪几个有可能劝评重选 那自从COVID之后 这个贫富差距再加速扩大 我觉得这是令人难过 近五十亿人竟然变得更臭 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讲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AI时代的来临 他可能会恶化 这个贫富差距的现象 好 刚刚呈验 但我们看到 现在整个经济的变数 还非常的多 包括AI时代的来临 可能会取代很多的工作机会 甚至还会间接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共享租赁市场 现在相当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那么现在Irant 陈彦 已经有新的对手了 这是中租旗下 他们推出的这个共享租车的品牌 而且打出价格战 每个小时只要66块钱 对 中租是租赁龙头 那他切入这个共享租车的部分 大家其实也吓一跳 目前是这样 U-right 他就叫U-right 然后我有上去看他的方案 其实你可以选不同品牌的车 然后你就选你要租多久 然后一个小时多 他会告诉你车子在哪 你就去取车 但你要加入一个会员很快 其实取车的过程 其实都在30秒以内就能完成 透过一个APP 年底他会有各个行政区 会放到1000台 三月推出租车每小时66 这个优惠 就是三月底之前都有这样的优惠 这个会跟谁 因为现在如果最常看到的 应该是I-Ren 现在市场上 常常我左右停车旁边 就I-Ren I-Ren I-Ren 那我有特别观察 基本上他租完车就停在那 然后他会拍照 APP传上去 他就走了 那这个市场为什么竞争激烈 因为太方便了 早期我们要租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租过车 我那时候刚考到驾照 要去租车念大学的时候 那个租车店都是黑黑的 当然很多人会说中租搞租赁 我理解 但是他做的是融资租赁 机械设备 你现在进入这个叫共享 他不是一个设备抵押在他 借钱给你的思维 不是 你这个租车市场要管理的东西 又更复杂更庞大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中租进入租车市场已经17年 17年的时间 这个还不是共享租车 但是租车市场其实已经17年 所以有没有经验 有 和泰24年 隔上40年 所以你看他是没有车商背景 因为其他都有车商背景 他没有 但可以做到第三大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有优势 我讲一下几个优势 第一个当然因为他不是车商 像比如说有的一定要尼桑 一定要Toyota 他没有什么车好 什么便宜 消费者喜欢什么车 我们就采购什么车 让大家来租 这个就开心了 不过永远就是同样的车子 所以他不受车厂的限制 第二个很可怕的 就是他有200万集团的会员 都是他们的潜在用户 我觉得有一个时间点 我觉得应该有 他们都有仔细的评估过 因为他前几年 他们一直在推林卡分歧 他们一直在推林卡分歧 林卡分歧大部分都年轻人 年轻人要跟女朋友出去玩 要不要开车 可是要租车 怎么租 不知道 这些会员就是他最好的 客户的来源 然后企业用户有10万 现在这些就是未来 他的非常重要的 我们讲条卡 然后他现在的 就是那个使用系统 你看他砸了千万 就是大部分 要去做共享租车的人 心里第一个想 车子会不会不干净 上一个人怎么用车 我都不知道 他们现在透过这个APP 让不管是AI人脸文字辨识之外 他比如说车子的清洁各方面 他做得更好 然后加入身份的审核 这个是好很多 当然就整个中处来讲 我们往下看 整个中处来讲 大家会觉得说 可是你从一个租赁 然后你又跑去做共享 这是他们的董事长 陈凤隆 他原本是小业务 现在当到董事长 当然也不是说 他从业务就直接跳到董事长 你看他一路从基層这样 主管总经理总统 所以他对整个集团的认知程度 一定是最高 也在第一线 那因为他曾经在公司补助之下 去马森理工 死龙管理学 这学费很贵 这一年至少四百万吧 我记得应该是这样 所以他非常注重员工的福利 当然也在他这样的领导之下 我们去看中租到底做什么 一般人会做商用民航机的 就大型的公司 因为感觉这个好像金额大 但是他们做的是直升机 私人飞机 民航机的备用引擎租赁 这个市场很小 可是问题是很稳定 因为没有太多人跟他抢 这个市场 所以他是气大就小 还有包括散装船的船令 主播 所以你看 他等一下现在就说 从买咖啡的消费金 到手机 就我们刚才讲先买后付 到现在空估空估 整个版图越来越大 所以这里面我讲 最后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讲一个很有趣的 一般他在中国做得非常好 很多人就说 你给我财报给我看 他说你都不用给我看那些东西 你给我看你水电费的账单 你说你有营业 你应该有水费有电费 他们精准到 看水电费的账单 他精准到 我从你的水费电费 我可以推估你的营业 然后我跟你访谈的过程中 动线员工这些 我就知道钱可没借给你 这个就是他在中国 会做大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 所以你看 他现在在中国据点这么多 能够这么成功 就是因为这样 好我们先休息 想要稍后来看到的是 戴德良行的董事总经理 严秉丽 他说现在房价 已经在天花板了 甚至说现在天花板 正在往下修 所以接下来这个房价 是有走跌的 全部在转意